市長 這個480個競爐卡就是以前只能坐公車 以後是公車捷運U-bike 貓籃就是 甚至我們在考慮雙塵巴士是不是要開放一些 還有計程車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開放我們台北市政府擁有的公共場域 比方說動物園 兒童樂園 讓那個都可以去刷 一個月480 乘12是5760 有人會講說 哇那比以前那個 一年花1500塊幾乎是市府支出更多 不過目前是開放台北市政府自己有的公共運輸跟公共場域 什麼意思你知道 目前我們捷運一天大概是坐200萬人 所以如果坐200萬人跟坐210萬人成本有沒有增加 其實增加的不多 現在兩岸是不是要推所謂的金劍牌 已經叫產發局研究說中國的實施 哇你怎麼 欸我們被裝確定器 有嗎 蛤 那你又要打金劍牌 你從哪裡聽來的 我們今天媒體有選 市長你要證實嗎 不是啊我們其實我們 因為我去雙城論壇的時候就發現了 電子商務跟物流 你知道 目前大陸比台灣領先很多 所以我們事實上在世大運結束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政府六個局長就去過深圳 上海杭州去考察那個 大陸電子商務跟物流的使用 那回來我們有出戶報告 那出戶報告以後我們會再 第二批的計畫就是說 還有哪些還沒看清楚的 所以我們大概會再想一個 第二批的再去考察 那事實上是這樣啦 常常跟我們競爭的人是最好的學習對象 變中層論壇會變三層或四層論壇嗎 一般來講 目前沒有這個規劃啦 目前我們還是 比方說我們去深圳也是單點去的 這個也不是我們想怎樣就怎樣 不過我倒覺得這樣 大陸有好的我們還是要學習 那明年雙城有可能停嗎 目前我態度是這樣啦 對等尊嚴的原則之下還是辦 那我態度是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一定不會說我們不辦 我們會保持一個就是說 歡迎你來 但是對等尊嚴的原則 剩下就看你要不要來 市長當上致詞的時候 提到政黨的計謀害人 這不是大聲講的價值 是不是亦有所致 你今天早上致詞 就是在交接典禮上致詞的時候 你說政黨在計謀害人 但不敢在媒體面前大聲講 這個就不是大聲講的價值 不是啦 我說價值是這樣 可以大聲講的 我們常常喔 我後來發現 我們所謂的價值的衝突 這個要算專訪題目再講 這是這樣啦 其實可以大聲講出來的東西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沒有爭議 所以後來發現 只要能夠大聲講的東西 大概就照樣做就對了 你現在被政黨 我現在看不出來 是有機器